今天我必须把钱拿走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好了 别的咱们先不说 咱们先算算账 年初公司的总资产是一千八百万 现在都过了大半年了 总该涨到两千多万了吧 我们家的股份是百分之三十 那么我应该拿到的是六百八十万 你把钱给我 咱们两清 真会算 咱们不把终于亏掉那七百万 也给我计算在里头呢 不可能 按着你的经营理念 也不应该这么算吧 你不是一直在强调 赚了大家赚 赔了大家赔吗 怎么这个时候 这七百万倒由我们家来出呢 我跟你算得着吗 要算 让怀孕过来跟我算 你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别说了 陈总 你最好还是别让我逼你 逼我 就凭你 你自己看看吧 到了昨天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别的我不跟你说 今天我必须要拿到钱 你怎么会有这些的 这上面写的不是你的名字吗 至于怎么拿到的 不重要 那好 我答应你 一星期以后你来拿钱 不过我警告你 就这件事情 只需你一个人知道 不许你告诉任何一个人 好 我也警告你 我今天必须拿到钱 否则 你就别怪我多罪 今天没有钱 那我不管 中慧出事了 你给我过去劝劝 快 陈总 现在账面上只有三百万 其他的资金全都压在项目上了 莎儿 您这是干嘛呀 你想逼死人吗 中慧 别说话那么难听 你妈她都 你妈她都把你叔叔和你弟弟 踢出这个公司了 我还能把这钱放到这儿 陪着你们玩吗 连我都知道这么做的危险 这儿没你什么事了 妈出去吧 没我什么事 出去 听你妈的话 出去吧 这是我和你妈之间的事 请你出去 刘妍 那就从其他项目当中拆解给她 陈总 这样做会出问题的 这样做项目太危险了 你啰嗦什么 我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 去办 那这些钱 我打到哪个卡上 就打到这张卡上吧 把这家人回家 在那边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封锐 你怎么做 早这样多好 何必让我们两人心里边 都不舒服 嫂子 有病还得看病 干嘛要瞒着家里人呢 你出去吧 嫂子 我知道你怨我 你是中会的母亲 可我也是中意义的母亲呢 我不可能把钱放在这儿 陪着你们玩 你多保重吧 我走了 婶儿 您如愿以偿了 妈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我困了 不像了 你是不是有点疼啊 我真的没事 我想睡一会儿 那你躺好啊 别那么啰嗦 出去 走啊 那我走了 喂 婶儿 喂 婶儿 你受不了 你来一下吧 你来 brief 这些腻 准备 无名大事 一带到那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是啊 松了 中文字幕的大小 边缘不清晰 对 你再说这细致一点 是啊 继续说 好 等下来 直进 什么时候啊 谢谢你 好 一会儿再说 你怎么起来了 再躺一会儿 不不不 下回再来休息吧 公司还有很多事情 我得回去了 这一次能侥幸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 下一次 就不知道能不能这么幸运了 维虹 听我的 接受切除叔叔 我不会接受你这个建议的 还有很多事情 你怎么这么的糊涂呢 下一次再倒下 就说不定永远起不来了 作为一个医生 你静止了 作为一个朋友 你也做到人之一尽了 在这里 我除了再说一声谢谢你 我真的不知道 还有什么语言 能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 谢谢你 你倒说话呀 你说你把我从鬼门关掉 你把我从公司拽出来 我上班上得好好的 你拽出来我了 你又不说话了 你到底想做什么呀 你急死我了 你倒说呀 田中 你觉得我妈这个人怎么样 挺好的呀 反正就是 对我言了点 挺好的呀 怎么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 爸爸就不能走路了 是我妈 又当爹又当娘 一个人 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了 我小时候浑 我现在也浑 我跟他对着干我交真 他越管我 我越跟他吵 我气他 但是我心里知道 我妈那样是为了我好 他希望我承担 我到现在 我也觉得我应该做一件事情 去向他证明 他没白养我这个女儿 我想让他觉得他没白疼我 他有我这么个女儿 他骄傲 因为我觉得 在我心里边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像他一样坚强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让我将来想要去成为他 到底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媳妇儿 那是今天 我觉得我错了 我觉得她不是我妈 你怎么说这话 她不是我妈 我妈怎么能是那样的呢 不是 你妈哪样了 我妈跟她大学同学在一起了 谁 山辉 就是那个你认识的医生 是 不是 他俩在一起不是挺正常的吗 他俩在一起 是 他俩在一起 我亲眼看见 我亲眼看见 妈 田中 找我有事吗 沈叔叔是我的一个朋友 我到医院里去找他聊个天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 我不想回家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不想回家了 我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妈 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我妈 天中 我不会说谎 怎么办 我 怎么办 怎么办 像这样啊 咱冷静下来啊 一会儿你别着急 别着急 你听我说啊 咱们冷静一下啊 妈现在不知道你看见了对不对 那你要说出去 妈就没法做人了 爸身体不好对不对 你 你要是没绷住的话 爸就完蛋了 咱家就散摊了 媳妇啊 大宽 问过我一句话 他说 天冲啊 你觉得你媳妇中慧 说结了婚之后她有什么变化吗 你觉得她长大了吗 我觉得咱得长大了 长大是一件很残酷的事 为什么说她残酷呢 因为 你不能由着性子来 你不能做你痛快的事 你得把话都埋到自己心里边了 这就是长大 你要是由着自己性子 我痛快了 我没忍住 我骂谁了 我这 家怎么办 那我就这么瞒着 瞒着我爸 一辈子啊 不是你不瞒着你怎么办啊 我在我们家的时候 从小我就知道一个道理 说必须对待自己的妈要报喜不报忧 为什么呀 我妈已经很脆弱了 她扛不住事了 我跟她抱点忧 我家就完了 咱说现在眼目前这档子事 你甭管妈做的再不对 那是你亲妈 你说你要是给说出来了 你绷不住了 咱家散了 你愿意看着咱家散了吗 你愿意看着咱家散了 那你说怎么办 我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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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儿长大了 我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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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忍 我怕我忍不住 可是家里还有爸呀 姐姐姐夫回来了 好 今天你们俩一块回来了 小灰啊 走 陪爸爸呀 再杀上一局 让天冲陪你下吧 哎呀 他不行 臭齐老子 每回都是堂叔 你看不起我 我最近奇异大长 不负咱俩杀一把 杀一把 走 小灰 那你来观战 我倒要看看你 给谁加油 爸 我今天特别累 请点点休息 让天冲陪你下好不好 对 爸 我陪你下 走 算了算了 你也上去吧 收拾一下 等你妈回来啊 咱们就开饭 好 去吧 去吧 好 我真没用 别这么说 你特别棒 你是天底下最棒的老婆 刚才那关你已经闯过来了 你闯得很好啊 现在还就剩下一关了 是 可能这一关 有那么一点难 但是你没问题的 你一定能挺过去的 我真的不敢见他 我真的不敢见他 好老婆你行的 一定没问题 你放心吧 你别再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 退就退了 拜 又不是离开他地球就不转了 在公司这样办下去 快吃吧 我也想通了 省得他天天到公司来闹 我真的已经没有任何经理 跟他周旋了 他退了 也许是个好事啊 虽然眼下公司会遇到很多的麻烦 可是往后啊 这小会儿的麻烦就少多了 只要你不埋怨我就行 我怎么会埋怨你呢 爸 妈 吃饭呀 他怎么走了 他没事 他没事 我知道他怎么一回事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总觉得 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我今天在公司 就冲着他发火了 你别管他没事的 你吃你的饭 他知道退股的事吗 知道 这样 我去看看他 您别着急啊 田中 他是一个三岁的孩子吗 他用得着你去看他吗 坐下吃你的饭 我希望这是你人生新的开始 谢谢妈 哎呀 妈 哎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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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好了 陳叔叔 哎 陈 posture 你去非洲的时间 有可能提前 怎么了 因为阿尔及利亚要建一个大型的商杀 这可是近几年北非少有的大项目 我们公司有幸尽得了部分的投标资格 所以想派你过去搞筹备工作 明白 那您觉得我什么时候去合适 下个星期吧 这么早 怎么有问题 没有 我们非洲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将分两批钱 你带领第一批工作人员先去筹备 第二批人员随后就赶来和你们会面 明白 我听公司的安排 那好 你跟你妈这次吵得这么厉害 到底为了什么事啊 没吵啊 还说没吵呢 我去公司看过了 公司的状况不太好 你应该帮帮你妈才是 我觉得有点累 你是爸爸的女儿 你心里边有事 我能看得出来 告诉我 你们俩到底为了什么啊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 放心吧 别瞒着我 妈 妈 妈 回来啦 你怎么那么早就回来啦 那次计划提前了 让我下星期就到非洲去 下星期就走啊 那得赶紧 咱们 赶紧准备啦 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你回来啦 你吓到了吧 卫红啊 有个事 你听了别着急啊 什么事 田冲啊 下个星期要去非洲 什么 咖啡 小风扇 太阳眼镜 老公 老公 你在外边 不要跟别人共用喝水的杯子 用自己的啊 军刀 它不对 军刀有托韵 水壶 这壶是有点小啊 买个大的 你得买个大的 还有什么 嘿 老公给你买了一个 许数用品袋子 你看 还是米采的呢 防水的 你看啊 这里边有 洗面奶 然后有 这个特别好 这个又可以洗头 又可以洗澡 什么时候你累了 你就可以用它 还有提须刀 老公 在非洲 千万不能跟别人共用提取刀 那边艾滋病太厉害了 记住啊 它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防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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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这个太小了 什么牌子 好 超小 明天买一大 哎哟 串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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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可天呢 我买了串可天呀 你放哪儿呢 串可天 没人放这儿呢 对对对 保水的 放不贴 这个 这个 放了 这个给带死 挂在雾箭里 消炎药 带了 感冒药也带了 你打疫苗了没有 你没打疫苗 还有一个星期就走 你变成不打疫苗啊 这不是刚刚知道要提前吗 你们什么公司啊 就管发到非洲 不管打疫苗啊 非洲那么多传染病 你脸上病怎么办呢 没事的 什么没事啊 你接人就是这样 只考虑自己 不管别人的感受 刚刚听说是提前的 谁想到提前的 他跟谁商量提前了 他跟我商量没有啊 说提前都提前啊 也就提前个七八天 七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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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天也是我们的日子 七八天 老狗 你走了 我一个人怎么办 我一个人怎么办 我就是个傻瓜 只有你在我身边 我才踏实 你走了 昨天我在公司 我是一张脸 晚上回家 见到我妈 我是一张脸 我面对我爸 我有的是另外一张脸 好容易回到房间 我谁都不用面对的时候 你不再 求收我一个人 要不 要不我跟你一起走吧 傻瓜 我还有一个星期就走了 你签证办不下来 没关系 可以 你可以先走 等我把证件办好了 我过去找你 公司的把你不上 公司业务你不接手了 爸你不为了 家你不要了 老公去哪我就去哪 老公在哪儿 就是我的家 你要是觉得非洲好的话 我们可以在非洲生活啊 我陪着你 我们在那儿生活一辈子 你可以带我去非洲旅游啊 你可以带我去骑立马扎罗 我们在山脚下加一个帐篷 就在帐篷里睡觉 撒哈拉沙漠 我们开着车去追 去追大象 追大象和追板马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 去 我不能去 我不能跟你走 要是我们两个人都走了 爸爸怎么办 现在我妈对我爸这样 我们俩都走了 就剩他一个人了 他多可怜啊 我不能走 我能走 下鸡 我给你买个好多袜子 我给你买个好多袜子 我说还有 我给你戴上啊 还有 蓝梅素 你老看电脑的话 要多吃蓝梅素的眼睛好 我不去非洲了 什么 我说我不去非洲了 为什么呀 我舍不得你 你傻呀 我跟你闹呢 我 我畅想一下 我想想还不行吗 我幼稚 你跟我一块幼稚啊 非洲那么好的机会 说不去就不去啊 必须得去 可是我舍不得你呀 没关系 你戴上这个 你戴上这个 非洲那么远 你听不到 只要你说 我就听得到 那我就每天上网咱们俩视频的时候 我举着他说话 美的你 你还得每天给我发一张你的照片啊 你到了非洲以后 第一件事 就是要拍照片告诉我 你住的地方长什么样 我要知道了 厨房长什么样 我还要知道洗手间长什么样 我要知道你的照长什么样 你每天早上中午晚上吃什么 你都要告诉我 睡觉前 必须给我发一张视频说晚安 好 手机永远不能断电 电脑24小时在线 最重要的是 不管什么时候 我给你发短信 你都要马上给我回短信 不管你在哪儿 不管你在做什么 哪怕你给我回一个标点符号 只要让我知道你是安全的 因为非洲实在是太远了 我想够你 都够不着 如果哪一天 让我突然没有你的消息 我好会疯你的 我一直跟你说 非洲不能去 是不是我现在说的话 在你这已经失去作用了 我是您女婿 按说是什么都该听您的 尤其还是一个 掏插门 更不应该有反驳的意见 可是非洲这件事不一样 人人都直指 唯有您是 咱们都不让去 所以我们也觉得 挺诧异的 觉得您挺反常的 您又有很多理由都不告诉我 我现在也没有时间去猜了 还有一个星期 我必须走了 别把我逼急了 把我逼急了 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能把你这件事情给搅黄了 我还能让你 从黄总的公司里滚蛋 你能做出来吗 我做得出来 你要干嘛呀 爸 您就叫得我好是吗 我不是一个您老说的拆白党 我不是一个白眼狼 我不是一个只能吃白饭的 我是可以有能力出去干活 出去挣钱养家的人 我有工作 我原先我在工程设计院对吧 我为什么我要辞职 就因为你跑到我们设计院去闹 然后所有的同事都笑话我 挤兑我 不给我这张脸 好 我辞职 我走 我朋友大宽找我来做公司 好 我们认真自己创业 对不对 后来公司还得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俩一结婚之后 你就不建议我出去上班 你永远希望我在家里边 我所扫地 我擦地 我洗衣服 我照顾生病的人 是我没有怨言 可是就因为这个 我的公司只好再次解散 公司散了散了 没关系 哥们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没关系 我自己再找 我找到了同名 你自己也说同名是个好公司 对吧 人家现在看中我 黄总让我去非洲了 人家是要培养我 人家说了要提我 不容易 只有我去这 我跳一下 然后人家才能尽快给我提上去 这是好事 不违反咱们家家庭利益 你还是不让 你就觉得 我踏踏实实在家里边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我跟一个家庭主妇一样 我给你当一辈子奴才 你就觉得好了 对不对 我不明白 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你想让我当拆败当师吗 你想让我这辈子 就在你们家大门不出 二门不入 我给你做一个家庭主妇 我一辈子给你当奴才 对不对 小琴 我不是把我的老子说我的怨气 小琴 小琴 老公 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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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这要没你什么事 我为什么要闭嘴 她是我老公 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有发言权吗 小琴 来 你别人 田冲去非洲的事 他尊您是妈跟您商量一声 但是我认为商不商量非洲都得去 为什么 当初是谁嫌人家没本事 天天骂人家 说人家是拆白党 现在人家能耐了 你又怕了 怕什么 怕风水轮流转 骑到你头上欺负你吗 我告诉你 我还就瞧上我老公这一点 他就骨头硬 他混成什么样 也不打你公司的主意 也不打你那把椅子的主意 非洲去定了 非洲必须得去 去去 天忠 是不是铁了心要去 铁了心要去 那好 那我就得提醒你 你跟中慧结婚之前 我们之间是有一份协议的 谢谢大家